前进澳门!GRX直落3MAD取得英雄联盟春季季后冠军赛进击资格 为了争夺前进英雄联盟春季季后赛冠军赛的资格,GRX将与MAD进MAD 与今日进行狗狗冒号赛制,争夺晋级资格 首场赛局变为GRX取得首杀,MAD尝试对上路进行加杀,但遭到GRX反打就失了人头 但,MAD后续也拿下了首塔拉平经济差距 MAD的阵容在赛事后期开始取得开战优势,在输出主力的保护上也占尽优势 导致GRX不断在会战中败阵,让MAD持续掌握机会推动战线获取经济优势,在会战上也掌握了主控权 但,35分的巴龙区关键会战却让,GRX取得反攻机会,在会战中从旁伏击夺下 MAD主力输出后便成功地打出 5.连杀的战果,便及此机会支收,MAD主宝,取得首胜 第二场赛局开打至 3.分后,GRX便四人强压下路夺下了首杀给予下路优势 12.分便夺下了下路首塔奖励取得了经济优势 GRX下路输出组合在 13.分也进行缓线,转至上路进行推进取得防御塔后,也接住取下预示者 在 19.分市出后再夺中路塔 MAD在 20.分单抓 GRX输出主力后便决定强夺巴龙,不过虽然取得了巴龙 MAD也在巴龙会战中遭到全灭,反而让 GRX再度获得了经济成长 G.R.X后续便开始运用地形阻隔技能强取防御它以及兵营 MAD在战力差距过大的状态下无法有效地域 G.R.X的攻势,珠宝直接在 30.分尸首,让 G.R.X取得第二胜 G.R.X取得第二胜 第三局为 G.R.X率先于中路进行 Bank取得首杀 但,MAD细路组合前来的支援战力也迅速展开追击取得了两颗人头,也在 8.分取得了首塔奖励,掌握了初期优势 而,MAD也透过了夜区与塔利克的组合计,展开多次的齐袭重创 G.R.X后,掌握了赛局优势 MAD在多次使用夜区与塔利克的合体技后,以夺下多座防御它掌握经济优势 在24.分的野区会战或胜后再躲巴龙,重整台势后再度发动推进攻势,但该次攻击在开场便先被收了 2. 客人头并遭到追击击退 2. 次尝试也因搭配问题导致输出主力遭拿下而败退 MAD虽然在后续的攻防战中逼逐渐站稳脚步,但在 35. 分的会战胜出后遭到 G.R.X绕后墙拆主宝,让 G.R.X取得了第三胜晋级至澳门冠军赛